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蜘蛛侠英雄归来》 在一个仓库内存有许多外星人装备破损的残骸 这里就有一个叫亚德里安的男人负责处理着这些外星垃圾 不过这里很快就被政府的灾难控制管理局给代位管理了 这让亚德里安很不高兴 认为自己投入了这么多钱财 却被灾难控制管理局直接全盘收走了 事后亚德里安发现有一部分外星垃圾没有被管理局发现 他决定留下这批垃圾自己研究使用 八年后亚德里安根据这些外星垃圾研制发明了很多新型装备 与此同时钢铁侠对蜘蛛侠彼得进行培训 事后送给他一套高科技蜘蛛战衣 不过钢铁侠认为彼得目前年龄太小 现在还不能成为复仇者联盟的一员 彼得对没有成为复仇者联盟一员颇为介意 他认为只要自己干出一番大事就能够得到钢铁侠的认可 终于在一天晚上彼得发现了一个大伙 一群戴着面罩的男子准备抢劫银行 他和这伙人交手后 发现他们手上有强大的杀伤性武器 但还是被彼得全部制服了 事后他还通知了钢铁侠的助手哈皮先生 没想到哈皮先生对此并不在意 回到家彼得的蜘蛛侠身份被好友奈德发现了 奈德是超级英雄的狂热粉丝 他一直希望能成为超级英雄的助手 在学校的体育课上 彼得暗恋的女神丽兹说他喜欢蜘蛛侠 无论蜘蛛侠长什么样子 都希望能和他成为朋友 就在彼得内心百感交集的时候 奈德大声喊道 彼得和蜘蛛侠是非常好的朋友 在一位男同学的挤兑下 彼得只能满口答应 一定带蜘蛛侠来参加他的生日派对 在生日派对上 彼得决定要以蜘蛛侠身份进入派对时 却看到远处有耀眼的光圈隐隐出现 他意识到不远处有情况发生 立马抛弃了参加聚会的想法 原来光圈的地方 就是亚德里安先生制造的外星武器引发出的 他们正和某个黑帮交易武器 彼得自然要阻拦他们的交易 经历一番追逐后 彼得准备跳上面包车时 却被一个穿着新型飞行器神秘人抓到空中 两人在空中打斗时 彼得因为被降落伞锁住了 掉入了河水中 所幸钢铁侠的及时赶到 把彼得从河水中救了上来 还劝解彼得 帮助周围的普通人就可以了 不要管那群神秘人 彼得非常不赞同钢铁侠的观点 彼得认为他已经长大了 可以成为拯救人类的英雄 两人不欢而散 彼得回去时 捡到那神秘人遗漏的武器 在某一个秘密基地 亚德里安命令手下恐惧者 去找回丢失的武器 恐惧者使用侦探仪 发现武器就在学校内 幸好被彼得先一步发现他们的踪迹 彼得抢先下手 在恐惧者身上 发射了一个探测小蜘蛛 因此得知了神秘人的老巢 就在马里兰 为此彼得重新参加了 全美十项学术比赛 坐校车顺利来到马里兰 在酒店 彼得拆除钢铁侠 在他身上安装的追踪器 并且让好机友奈德 破解了钢铁侠 留在蜘蛛战衣的保护系统 让这款战衣的功能全部开放 这套蜘蛛战服务 有着全新的智能系统 有着多元化的攻击方式 强大的战衣 让彼得顺利找到这群神秘人 与此同时 亚德里安和手下 正在谋划 抢劫灾难控制管理局的运输车 寻找更多的外星垃圾 彼得及时赶到 破坏了亚德里安的行动 在打斗过程中 彼得不幸被关在了一个 灾难控制局的秘密仓库内 在基地里 他系统地学习了 蜘蛛战服的全部功能 还通过与智能AI的交谈 发现他捡到敌人 那个发光的东西 是一个具有严重的爆炸性核心 在帮助下 彼得成功离开了仓库 而那个武器 现在就在奈德的包内 奈德的身旁 还有着他喜欢的女孩子 丽兹 在参观华盛顿纪念碑时 武器被激发了 破坏了电梯 彼得及时赶到 救下了他的女神丽兹 同时 也被亚德里安视为眼中钉 回到学校后的彼得 并没有放弃搜寻神秘人的身份 通过回放器 找到上次企图 和他们交易的黑帮头目 从他口中得知 神秘人将会在一艘轮船上 进行交易 这时 钢铁侠打来了电话 眼看交易就要进行 彼得匆匆挂断了电话 穿着飞行器 亚德里安和彼得展开了大战 彼得利用蜘蛛王 抢下了他的武器 可是失去控制的武器 直接将轮船切割成了两半 彼得用蜘蛛王 努力保护轮船 但亡羊补牢 为时已晚 这时钢铁侠及时赶到 救下了所有人 事后 钢铁侠对彼得很失望 并且收回了彼得身上的蜘蛛战衣 失去战衣的彼得 瞬间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 在学校里 鼓起勇气和丽兹表白 彼得还邀请丽兹 作为自己返校节的舞伴 丽兹答应了彼得 这让彼得很兴奋 还请求梅姨打扮自己 可是来到丽兹家后 彼得发现 丽兹的老爸 就是自己想要对付的亚德里安 在车上 亚德里安也认出 彼得就是妨碍自己的蜘蛛侠 丽兹下车后 亚德里安在威逼彼得 不要再插手他的生意 走进派对的彼得 还是想清楚了 他要抓住亚德里安 他拒绝了和丽兹跳舞 并穿着自己 以前那套蜘蛛战衣出发了 而彼得的好友奈德 此时也成为了 一个蜘蛛侠的助手 奈德一边调查 亚德里安的目的 一边联系着钢铁侠的助手 哈皮先生 不过在联系哈皮先生后 哈皮先生并没有将 奈德的话放在心上 另一边 彼得顺利找到了亚德里安 将还是老的辣 突应亚德里安 利用飞行器将承重铸隔断 彼得被硬生生地 压在天花板下面 此时压在废墟下面的彼得 回想起钢铁侠的嘲讽 离开的蜘蛛战衣 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彼得爆发了 依靠着自己的力量 成功摆脱了困境 而亚德里安这次的目的 就是复仇联盟的运输机 得以忘形的他 丝毫没有注意 蜘蛛侠在他身后 最终 两人在空中大战 飞机也在两人的打斗中损坏 只能迫降在地面上 没有保护的彼得 逐落后身受重伤 而亚德里安的飞行器 也破损严重 强行带着复仇联盟的武器 离开现场后 翅膀发生了爆炸 但彼得还是冒着危险 将他救了出来 将亚德里安绑住后 独自离开了现场 回到学校后 丽兹也因为父亲的事情 选择搬家离开学校 彼得想了想 还是没有说出 自己就是蜘蛛侠 而彼得也因为 帮助复仇联盟 挽回了损失 得到钢铁侠的基建 钢铁侠这次邀请彼得 正式加入复仇者联盟 还要赠送一件 全新的蜘蛛战衣 但彼得这次 却直截了当地 拒绝了钢铁侠 可是不久后 彼得还是收到了 这件全新的战衣 当彼得暗自欣赏 新战俘时 身后传来了 一直等着你哦